好好带你来看台北县戏纸 这一只聪明神猪 它可是非常的卫生 它不但会算算数 而且真的是超外干净 您知道吗 从两岁开始 它小便前都会先用它的猪鼻子 顶开水龙头 等到水哗啦哗啦的流之后 它才会开始在小便 结束之后呢 它还会让水再多流一会儿 确认都没有残留物之后呢 才把这个水给关掉 很多民众都慕名来看它 都忍不住来赞叹说 这被称为神猪 真的是当之无愧 哇 好厉害喔 用猪鼻子打开水龙头 水流声哗啦哗啦 神猪安安徐徐前 都会打开水龙头冲马桶 确认地板都干净了 才会再用猪鼻子关掉水龙头 连四组也忍不住夸赞它 好聪明 以前Size就是迷你猪啊 它以为迷你猪养不大 所以越养越大 差不多两岁的时候就 知道它会开水 神猪安安已经十岁了 原本主人以为它是迷你猪 没想到越养越大 连獠牙都长出来了 但个性温和超会撒焦 而且还会算算数 现场就来个随堂小烤 安安 2加1 哦好棒哦 2加1等于3 叮咚答对了 神猪安安会算算数 又会冲马桶 连酒量也没话说 最高纪录可以喝掉半瓶威士忌 多才多艺 连附近邻居都慕名前来观看 赢得神猪封号 果然实至名归 中天新闻郭先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